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西藏毕业的高校毕业生里头 看不出有重大的区别 以我的印象 我感觉西藏女生的这个毕业生的比例 可能还有稍稍的高于这个男孩 8月14号至16号 第七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多位专家介绍 近年来西藏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 女性权益保护正在往更高质量方向迈进 因为我们也知道西藏实行的是 现在是15年的免费教育 因为所有的孩子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不管是在偏远的地区还是城镇 也就是说无论是男孩女孩 他们上学都不需要 都不会给家长增添额外的经济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 父母亲当然他愿意让每一个子女都接受到很好的教育 相关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 西藏各级各类学校3195所 在校学生88.92万人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.03% 义务教育空挫保学 历史性实现动态清零 提高赠足女性受教育程度 一方面能帮助妇女就业增收 另一方面也能提高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这个家庭里的作为一个妈妈 她能够不仅能够就是说是在外可以就是说 从事的更多的就是收入更高的和有更多劳动技能的工作 包括在家里的在家庭教育方面 她能给孩子有更多的指导 2018年西藏修订了西藏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2022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 西藏自治区妇女发展规划2021至2025年 为西藏妇女受教育权力持续保障 提供进一步的政策支持 基础教育在西藏是百分之百的覆盖面 已经覆盖得非常全了 但重要的还是要提高教学的质量和师资水平 让不光是女性 包括所有的农牧区的儿童 适应儿童都受到更高质量的这种教育 同时在培训上可能培训的针对性精准性 多元化方面可以下更大的功夫 来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 这样的话他们可能说有更好的就业的条件 和增收的环境